大家好,昨天由已受到8號風球的影響,所有的賽事將會安排到8月15號的四點鐘開始,大家記得留意了,而今天第一場的賽事將會是男子組16歲以下牛仔對獨角獸,不如我們首先聽聽教練對賽前的安排吧。 今天我們對那隊球隊,他們的中鋒是很強的,劉海濤我們會找專人去對著他,盡量不要讓他入內線拿分,還有他們的keyman我們都會找人盡量控制他,不要讓他傳好球給他。 我想請問一下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克制到最高的中鋒呢? 通常我們先要做妖前防守,如果他碰到球之後我們會重複球,兩個人去夾擊他,希望他不要那麼容易轉身拿分 基本上來說,我們的球會再加強一些內線的投射,即是三分,各樣東西,因為始終我們有一個比較高大的中鋒,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我們嘗試在快攻上找劉海濤主要用他的高度去打快攻,希望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謝謝宇常先生。 我們馬上就去看看這位兩位高球員,能否帶領球隊贏出這場比賽。 講到看一下,,設防守 分保護 說回上半場的戰況 15號的劉凱桃表現非常出色 上半場他已經獲得13分 12個籃板做出DoubleDouble的表現 雖然牛仔有這位兩位高中鋒劉凱桃 但獨角獸的12號徐耀紅都不今時弱 他在上半場獲得10分 令球隊的分數不會被對方拉開 輪到滾離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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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桃 阿桃 這場球 拿了全場 最高分的 但仍未能帶領球隊勝出這場比賽 你覺得輸的原因在哪裏呢 我們輸是沒有籃板 因為這個實在太好球太高了 他拿了很多籃板 所以我們的彈線弄得崩潰 那不要緊,下場努力 謝謝你 我們馬上去訪問一下 牛仔的最高分球員阿桃 阿桃你好,這場比賽 你組出了雙雙的階跡 你覺得自己發揮成章嗎 比平時差了一點 還有810不夠好 謝謝你,阿桃 事不宜遲,我們即將去看下一場比賽 就是霸王對超頻 王Sir你好,現在球隊正在領先 你會有什麼步伐 讓球隊可以保持勢 贏了這場比賽呢 主要因為對方是莫加俊比較難搞 我們如果控制籃板 應該比較容易保持勢 但是暫時上半場莫加俊都得不到分 對我們部署來說 是可以正常發揮到的 如果那群球員 是沒有那麼多turnover 我想接下來我們的弟弟 應該比對方好 多謝安Sir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訪問霸王的教練 李Sir你好 李Sir你好 是 這場球隊的情況跟上次都一樣 都是上半場落後感給對方的 請問你今天又會有什麼部署 令球隊可以再繼續反霸為勝呢 今天的部署 我想我都沒有什麼部署 因為其實很簡單一句 他們完全是自己的狀態 不是那麼好 我看看他們可否下半場 經過一個熱身之後 可否拿回一點點手感呢 希望外圍可以盡快一點 那你看看以下的賽事吧 好 你好啊阿雲 今天呢 剛剛大勝的對手 你覺得這場球的贏球 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賽前部署的 安Sir部署的 都做到 所以其實贏球 我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阿Sir 都有每一場的對手 針對性地去部署 所以這些是各個隊友的功勞 我知道阿雲你呢 就是季後賽之後 才加入超頻這隊球隊的 那我想問你 有這麼好的表現 會不會是跟你和新的隊友 夾之有關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關鍵 因為原本是精英化了的球員 那這48個應該就是 整個LIKING裡面最好的48個球員 而我可以和他們一起合作 是覺得贏球是輕鬆很多 那謝謝你 也恭喜你 看完兩場這麼精彩的比賽 明天我們也會有三場的賽事 分別就有 戰士對天龍 天火對翼風 還有福建對南華 提提大家 8月10號的賽事 由於這個8號風球的關係 將會安排到8月15號的4點鐘舉行 明天5點半 麥花省風球場見 拜拜